這一連串的大型吞港活動 刺激了旅遊和消費 提振了經濟 香港今年第一季的經濟表現 是錄得2.7的正增長 是扭轉了再對上一季的 負4.1的經濟收縮 雖然第一季的出口仍然是下跌 但是隨著內地經濟持續較快增長 以及本港的航空運力加速去恢復 本港我相信在第二季的經濟 是將會比第一季好的 今年的經濟也一定比去年好的